你知道狮子鱼扎人有多疼吗 眼前这两个作死的男人亲测告诉 众所周知 狮子鱼背部有毒疾刺 人一旦被刺中 轻者会出现恶心 头晕 呼吸急促等症状 众者直接抬上山 他们大多栖息于 温带靠海岸的岩礁或珊瑚礁内 为了抓到野性十足的狮子鱼 索恩和罗布来到了非洲的海边 潜入了刚退潮的礁石区 这里小鱼众多 扎人的海胆也不少 没多久 两人便发现了一条狮子鱼 通过配合 顺利将其收入鱼网中 由于两人都要尝尝被扎的感觉 一条肯定是不够的 随后两人又潜入了水中 这次发现了一条更大的 那么问题来了 谁会用这条大的扎自己了 正是测试开始 看到鱼缸中的两条狮子鱼 索恩表示有点慌 这时候很勇的罗布主动站出来 他要求用最大的那条首先测试 索恩毫不客气戴上手套 立马捞出了最大的狮子鱼 受到威胁的狮子鱼 张开了锋利的独自 做好心理准备后 罗布狠狠地用手臂砸响独自 刚开始他还没有感觉 接着强烈的刺痛感起来 整个胳膊都开始疼 手臂像是被火烧一样 刺重的部位开始肿胀 经过测量 他的血压心率都高于正常值 休息半个小时后 情况才有所好转 接下来轮到索恩尝试了 这条相比之前的小多了 但没想到的是 索恩砸得太猛了 独自上都流下了他的鲜血 被刺中的部位立马流血肿胀 这感觉就像是有人用锤子 不停敲打手臂 疼得索恩垫暴声连连 随后他的两根手指也瘫痪动不了 医生赶紧前来查看 36小时后 两人从疼痛情绪 持续时间 伤害程度 三个方向给狮子鱼 打出了18.25的分数 这要比蝎子 巨大的石鸟狼珠 还有刽子手黄蜂还要高 看来确实有点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